今早的ET国股推介是葵程9961 简选原因是受惠放宽入境限制 旅游出行股是葵程预料可以跑洋大使 葵程下半年业务可以受惠国庆十一黄金周长假期 以及海外旅游复苏 葵程月中公布的2022年国庆预测报告 指截至9月14日前一个星期 预定国庆出游的订单率按周上升64% 日均订单增长速度超过30% 而产品预定趋势显示 提前半个月国庆旅游预定以长线旅游为主 如期今年国庆长途旅游产品占比会接近60% 周边本地产品占40% 本港昨日起实施0加3入境检疫新安排 在过去的周末即9月24至25日 Trip.com香港出境航班的订单量较上一周 同期上升接近400% 至于入境趋势方面 期内Trip.com香港入境航班订单量 按星期就增长155% 短期方面11场假期和香港放宽入境检疫限制 是旅游股的趋势 葵程股价由6月底至今营造三角形 昨日收报217.8升5.3% 形势正挑战三角形的顶部 配合成交量上升、酝酿爆变 策略上可以在205元附近小柱吸納 短期目标230元 跌穿近日低位大约190元就应该止蝕 主要大行级月后目标价平均253元 中线可以作为参考 词词4்0元 昨日前腰 SHEET 余督